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 设比喻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有一大鹰 翅膀大 鳞毛长 羽毛丰满 彩色俱备 来到黎巴嫩 将香薄树烧拧去 就是折去香薄树井间的嫩枝 雕到贸易之地 放在买卖城中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 插在大水旁 如插柳树 就渐渐生长 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 其枝转向那鹰 其根在鹰以下 于是成了葡萄树 生出枝子 发出小枝 又有一大鹰 翅膀大 羽毛多 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 向这鹰弯过根来 发出枝子 好得它的浇灌 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 好生枝子 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葡萄树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 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 删除它的果子 使它枯干 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 也不用大力和多明 就拔出它的根来 葡萄树虽然栽种 岂能发旺呢 一经东风 岂不全然枯干吗 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 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 你对那悖逆之家说 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们说 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 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 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 使他发誓 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 使国低违不能自强 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 打发使者往埃及去 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鸣 他岂能亨通呢 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 他被曰岂能逃脱呢 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 背弃王与他所立的曰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 巴比伦王的京都 敌人竹蕾造台 与他打仗的时候 为要减除多人 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 还是不能帮助他 他轻看誓言 背弃盟约 已经投降 却又做这一切的事 他必不能逃脱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既轻看执我所起的事 背弃执我所立的约 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巴比伦 并要在那里 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 他的一切军队 凡逃跑的 都必倒在刀下 所剩下的 也必分散四方 你们就知道 说这话的是我 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香薄树烧 拧去栽上 就是从井间的嫩枝中 折一嫩枝 栽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 他就生枝子 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薄树 各类飞鸟都必塑在旗下 就是塑在枝子的印下 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 耶和华使高树矮小 矮树高大 青树枯干 枯树发旺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行了 谜题里面的两只老鹰 分别代表的是巴比伦和埃及 这道谜题完整呈现了南国犹大当时的局势 西底加王因为巴比伦的指派 而坐上犹大的王位 但他后来却转向埃及 惹恼了巴比伦 最终导致犹大灭亡 亲爱的朋友 这道谜题中的葡萄树 盲目地寻找依靠 完全忽略了自己 正笼罩在老鹰的魔爪之下 但在经文的最后 沈索应许要栽种的那棵香薄木就不一样咯 他既强壮又多结果子 而且万物都能在他底下受到保护 显然这棵香薄木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 今天想鼓励你来思考看看 你觉得经文里的这两棵树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在影片下方 和我们分享你的看见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的生命也要单单在你手中被建立 长得美丽高壮 并且结出好果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生命结出好果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